現在呢 其實中央政府一直在催促大家 趕快出來打疫苗 但是沒有想到現在疫苗是根本不夠給大家打 所以各個縣市首長 他們現在其實都非常的生氣 那難道現在是我們疫苗打太快才會缺貨嗎 因為呢 陳時中他就是這麼說的 他說呢 其實疫苗的量都是足夠的 但是地方是打得太快了 對此柯文哲他非常非常的不滿 他說呢 打太慢你也要怪我 打太快你又要怪我 他就覺得很奇怪 阿水不管怎樣千錯萬錯都是地方政府的錯 是這樣子嗎 他還說了高端在這個時候納入了疫苗預約的平台 他說這個時間點有點耐人尋味啦 所以難道是想要大家趕快來選高端疫苗來打嗎 因為我們看到目前第四輪的疫苗預約 我們光是看 北市新北跟台中的部分 台北市這邊有13萬人預約 但是只有6萬劑這個怎麼可能夠呢 連一半的人都打不到 另外呢 新北市這邊有27.5萬人預約 但是也就只有配發20.4萬劑 那麼台中這邊18.9萬人預約 但是配發的也只有10萬劑 所以等於 根本就是不夠給大家打的你預約的人當中有些人可能是根本還是打不到疫苗 所以現在怎麼辦呢 地方政府要趕快自己先想辦法嗎 因為現在陳時中好像又把錯全部推給地方政府 我們看到目前 暫停預約 暫停施打的部分就包含了新北苗栗 雲林 嘉義市跟屏東縣 他們現在都是趕快喊出來了 就先暫停預約 請大家 先在 等等 因為疫苗真的是不夠 另外也是要暫停施打 那麼 降載施打的部分就是 桃園 台中 台南 跟台東 所以發現大家呢 現在真的疫苗都是不夠的 尤其我們看到彰化的部分 有民眾他們是要上網去登陸 結果發現 鋪了一個空 沒有辦法 所以就灌爆了市長的臉書 要求他要來想辦法 甚至呢要請立委 去問問中央政府啊 到底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喊著說我們的疫苗是足夠的 但是你配發下來的 其實根本是不夠打的 另外呢看到綠營的縣市 桃園跟高雄的部分呢 鄭文燦他是喊說的確是有壓力了 因為現在預約的人數越來越踴躍了嘛 但是疫苗不夠的一個情況 他們的確是有壓力 那麼高雄這邊呢 陳其邁他也是坦言 他是有一點點緊張的 所以看得出來現在疫苗真的是 不夠了 那麼到底為什麼中央政府 還會說疫苗是足夠的呢 大家也都覺得很匪所思 尤其是柯文哲他說了 高端疫苗在這個時候 突然被納入了 他就開始說啦 因為很多綠營的官員 他們都是說要帶頭打高端嘛 那柯文哲他也酸了一下 這些人說啊恐怕他們早就已經先打過疫苗了 全國百萬人預約第四輪疫苗 但新北說中央給的疫苗根本不夠 8月1號到3號要停打開天窗 台北市有17萬人預約 中央也臨時通知沒這麼多疫苗 讓預約系統即時喊咖民眾崩潰大罵 照說上來你多少疫苗你應該都曉得你有多少存檔 你要給他多少 怎麼一下子都不夠 這太離譜了 不可以說隨便宣布讓大家好像空歡喜場 你這樣子變成言而無信 台北市缺了將近9萬劑疫苗 新北更有7萬多人 這輪預約不到 雙北再度開跑中央 在8月4號 那麼中央的這個所有的疫苗 都可以來補給我們 否則你會失信移民 拜託中央一定要算得精準 不要讓已經被通知可以預約 結果預約不到 真的是情何以堪 指揮中心說疫苗不夠 是因為地方打太快 聽得柯文哲快起風 打太慢要怪我 打太快也要怪我 叫他自己來打好了 各縣市疫苗8月要斷吹 中央卻宣布高端8月可以供貨 總統還說要帶頭打 這十幾點會不會太剛好 他自己願意打了 我們也沒有 不能去干測他什麼 他喜歡打就去打就這樣 至於那高端疫苗那件事情 如果是我來負責 我不會這樣幹 利潤決議蔡政府 既然要挺高端 就該帶頭打 柯文哲說話超級酸 不過他們那些應該都打完了吧 有的在美國都打完兩劑 再來回來台灣叫別人打 試驗用的疫苗 這個就不用講了 當國內疫苗突然斷吹 中央剛好推高端上場 不知道有多少人相信 當中沒有政治盤算 記者謝文長 續郭號A3G小組 台北新北報導 我們全台現在大約是有7萬劑的莫德納疫苗 已經放到快要過期了 但是中央現在還是在東卡西卡 像是在彰化的公車司機 原本都已經造冊完畢了 卻是突然被喊卡取消 現在只能夠自己要上網預約打疫苗 另外國高中老師 他們這個禮拜也是計畫要開打 但是中央是發了公文 希望現有的AZ疫苗是留給要打第二劑的民眾 這個讓地方的政府臨時暫停 那還好高雄和台南現在是逆時中 他們不甩中央 按照原本的計畫要讓老師們打疫苗 公車司機一臉憂鬱 因為原本造冊好要打疫苗 卻遭臨時喊卡 等打疫苗等得好苦 現在只能自己上網預約 但何時能打根本沒答案 沒理想 因為我們是大眾運輸 然後應該是要保護自己 要保護大家 被臨時喊卡的還有國高中老師 將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出公文 希望可以把現有的疫苗 留給施打AZ第二劑的民眾 換句話說 就是把老師的施打時間 暫時喊卡或延後 針對國高中老師打疫苗 高雄七月二十八二十九號連續打兩天 估計有二點三萬名老師打到疫苗 不甩中央喊卡 逆時中趙元計畫開打 台南市府也從二十六號開始連打六天 國中加高中職老師 共有一萬零四百一十五人 明明要打疫苗的人這麼多 卻還是有七萬劑的莫德納 放到快過期 經過這兩天 地方政府非常積極的去安排 那應該不會有這個過期的問題 把莫德納疫苗hold住 開放一到三類民眾 預約施打第二劑 另一邊又卡司機和老師 中央打疫苗的規劃 真的讓被卡的民眾 看了嗎 記者南投高雄綜合報導 好 接著來關心我們國內的疫情 昨天是新增了18例的本土個案 沒有新增死亡的病例 但是指揮中心公佈了 七月二十七號 單日接種二十六萬三千三百零九人次 所以全台接種人口涵蓋率 已經達到了百分之二十九點九三 祭次人口比也達到了百分之三十一點一六 距離指揮官陳時中 他喊出來的十月全國祭次 涵蓋率希望可以達到六成的目標 是越來越接近 不過他昨天是坦言目標不變 但是現在面臨了三大難題 施打的意願 接種的量能以及疫苗進貨的時程 那當中最困難的就是疫苗供貨 還有進貨的速度 不過我們來看到台中西城的衛生所 竟然是大出包 有工作人員是把兩瓶 還沒有開封的AZ苗 當成了回收垃圾給丟棄 事後在清點的時候才發現 疫苗呢 怎麼不見了 但是紙箱早就已經被處理回收的 老翁撿走了 那這名老翁他回家整理的時候 覺得兩瓶疫苗不太值錢 就隨手又丟棄在走廊的蛋箱內 最後是被一名蛋商給撿到了 才將這兩瓶遺失的AZ苗送回衛生所 一大早蛋上陳先生整理蛋箱 準備外出送貨 看到箱子上多了兩個玻璃瓶細看 才發現竟然是兩瓶還未拆封的AZ疫苗 我以為是假的 兩瓶AZ疫苗怎麼會出現在走廊的蛋箱中 他覺得毫疑惑又怕有細菌 來回拿到洗手台沖洗之後 通報1999 一查發現這兩瓶疫苗來自西屯衛生所 工作人員誤把裝有AZ的紙箱 氣質在衛生所外 被整理回收的63歲夜姓老翁撿走 老翁回家整理時發現紙箱內 竟然有兩罐AZ疫苗 他認為賣不了錢 就隨手丟在走廊的蛋箱內 才被蛋商撿到 對於疫苗管理上可能的疏失 就是先在此代表衛生局致歉 我們也全面檢討 看是哪個環節有不夠嚴謹 疫苗是誰弄丟的 是哪天不見的 衛生局不願多說 只表示會介入調查 但這兩瓶AZ疫苗 破露在常溫當中 已經超過規定的時間 冷鏈的狀況到底怎麼樣 那如果不能施打的部分 當然就不會再使用 兩瓶AZ有22人可以施打 在這強打疫苗的潔骨验 西圖衛生所出包 把未開封的疫苗 當成垃圾丟棄 連疫苗都可以搞不見 也讓民眾質疑 是否的螺絲是否真的鬆了 接著影片將請陳台中采訪報導